师兄 师兄 须主用的全然不是本派的功夫啊 来 住手 住手 不要吓他性命 是 主人 少林寺一多欺少也就罢了 怎么 还请外人帮忙助阵哪 我不是让你们俩 昏灵救宫去吗 弟子放心不下主人 要不是弟子及时赶到 主人就吃大亏了 少林寺几百年的生育呀 原来也不过如此 小苍 今天算是开了眼界 小心 快 小心 少林寺还算是佛门圣地吗 如此春色无边哪 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可笑 真是太可笑了 不是 这儿 这里是少林清静佛门地 你竟然叫两个女子进来胡闹 是呀 这成的女儿啊 哦 密图 先听听须主怎么解释 回方丈 这两名女子的确跟弟子有关 弟子罪孽深重 犹损本私生育 请方丈重重责罚 哼 灭图 如子不可教也 修目不可叼也 老和尚 你说话别太难听了 我看你们这些老和尚 才真正是鱼不可及呢 主人 别做什么和尚了 各蒙汇骗马峰吧 都说出家人慈悲为怀 我看他们上上下下 倒没有半点慈悲之心 你们两个就别在这儿添乱了 虚主 这两位女施主到底是什么人 为何要潜入本私 回方丈 他们 你们这些老和尚 有话问我就是了 我们灵鹫宫的主人 其实你们说问就问的 就是 我们家主人温和宽厚 我们两个做奴婢的 不放心他落在你们这些 老和尚的手里 所以才悄悄跟来的 有什么事 冲我们来就是 这他们你 虚主 你什么时候 成为灵鹫宫的主人了 此事非同小可 你要立刻给我说清楚 弟子知错 弟子一定一五一十 从头细说 方丈 因为弟子不忍心 让乌鸦子前辈 和天山同佬死不瞑目 所以就只好 答应两位前辈的要求 做了逍遥派的掌门 和灵鹫宫的公主 但这都是弟子 一时的权宜之计 弟子一直 想要尽快返回少林寺 但 这孟姑弟子是一直念念不忘 还请方丈和三位师伯祖 教诲 方丈师兄 居主若不是集逍遥派三大爵士高手的神功 于义山 又在灵鹫宫的石壁上领悟了上乘武学 他根本不可能击败吐蕃国师 是 揪魔智的 弟子擅自学了别派的武功 还领着二位姑娘入寺 实在是罪不可赦 方丈 弟子教诲无方 左下出了这样的溺途 恳请方丈 重罚 就凭你那点功夫 也想做我们主人的师父 你们这些出家人 到底有没有羞耻心 主剑 不能无礼 还不退下 主人 你们两人再敢多说一句 我就永远不是你们的主人 是 主人 方丈 这二位姑娘 自幼在灵鹫宫长大 没有下过山 不懂得人情事故 还请方丈和三位师伯祖 不要难为他们 责罚弟子一人便是 叙诸此番遭遇 为师大义寻常 此乃本事丝伤 外人不得在场 二位姑娘 请便 多谢方丈 还不快走 主人保重